SoftPen提供的免费代理节点可以满足我们的上网需要 只是需要经常更换代理 如果只是普通的网上浏览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需要保持长期稳定的连接 那就需要自己搭建代理服务器了 从这期节目开始将分享自建代理服务器的方法 我们将分享三种服务器的搭建方法 第一是SS服务器的搭建 第二是SSR服务器的搭建 第三是V2ray服务器的搭建 今天分享SS服务器的搭建 我用斑瓦工的主机来做演示 我们打开Chrome 访问一下斑瓦工 好 无法访问 说明呢 搭瓦工是被强调的 当我们去选择一个主机供应商的时候 我们尽量选择这种被强调的供应商 既然搭瓦工被强调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翻墙来访问 我们启动Chrome 关于Chrome的下载和安装呢 我们在图说翻墙9中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 我们访问一下斑瓦工 首先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下注册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Register 我们来填写一下注册信息 注册一下 名字 名字 姓 公司名称 邮件地址 地址1 地址1 城市 国家 选中国 电话号码 填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勾选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he term of service 以及我们同意服务条款 点击submit 进行提交 店铺的门面 好 我们已经注册成功了 我们回到主页面 我们购买一台服务器 就买这个20美元每年的吧 点击order 点击order kvm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器的相关配置 它的价格呢 是19.99美元 然后我们选择add to cut 也就是加入购物车 然后进行支付 check out 我们选择的支付方式是alipay 我们可以选择alipay 也可以用paypal alipay和那个信用卡 我们选择用支付宝来支付 点击同意服务条款 然后完成订单 点击这里的立即支付 pay now 好 现在已经支付成功了 我们点击service my service 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服务器 已经是激活的状态 在这里了 我们点击control panel 进入控制面板 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主控制面板 主控制面板里有四个按钮 也就是start stop reset kill 我们先把服务器stop一下 然后我们install new os 也就是安装新的操作系统 我们选择sent os7 x86 64位 选择agree the all existing date on my vps will be lost 也就是说我同意所有已经存在的数据 会被删除 reload 这时候我们看到呢 它为我们分配了新的 password 也就是root用户的password 这个我们需要记下来 因为一会儿我们需要用它去登录服务器 还有新的ssh的端口 我们回到主控制面板 点击start 我们把服务器启动一下 启动成功号 我们点击root shell interactive 点击启动 launch 我们在这里输入root 然后输入root的密码 我们已经登录成功了 我们首先把服务器升级一下 运update 这时候系统已经进行 检查完了所有的需要更新的内容 一共是253兆 现在它问我们需要继续吗 那么呢 我们这里输入yes 输入一个y 回车 好 我们现在看到 complete 这里有一个complete 就说明我们的升级已经完成了 现在的屏幕看起来比较乱 我们用clear去做一次清评 我们先下载一下pipe 用curl 用curl 好下载完成了 我们把type安装一下 好安装完成了 下面呢 我们来安装shadowsocks 好安装完成了 下面呢 我们需要创建shadowsocks的配置文件 用vi进行创建 进入vi之后呢 我们按a键 进入编辑模式 输入相关的配置信息 password呢 您需要改一下 不要用这一个 要换一下 我是为了简便 就设成这样的一个password methered呢 是加密方法 我们用这个aes256的 按一下esc退出编辑模式 然后输入冒号wq 然后回车 退出编辑 我们清一下屏幕 现在呢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启动脚本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让shadowsocks 随着系统的启动 而自动启动 不需要我们每次去手动启动 为了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启动脚本 进入vi之后呢 我们还是按A键进入编辑模式 输入文件信息 编辑完成之后呢 按esc 退出编辑模式 输入冒号wq 保存退出 我们再清一下屏幕 我们首先让shadowsocks的服务生效 好了 已经生效了 然后我们启动 好 没有任何提示 在lix下呢 如果没有提示 就是最好的提示 我们现在看一下 shadowsocks 它的这个服务的状态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active running 就说明我们的服务已经正常启动了 shadowsocks 已经开始生效了 我们回到chromeo 去下载一下shadowsocks的客户端 点击shadowsocks windows release page 下载 安装包 好下载完成了 我们把这个zip包解压一下 我们就得到了shadowsocks的客户端 双击执行 配置服务器 输入服务器的地址 输入密码 好 可以了 确定 我们启用一下shadowsocks 启用系统带领 全局模式 我们访问一下youtube 我们回到chrome 访问一下youtube 好了 我们已经访问成功了 说明我们的服务器已经搭建完成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马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